去朝鮮我们吃过两种蚝蚝 一个比较嫩 一个就是这种比较脆的这种 我个人感觉我们一家人吃都喜欢吃这一款 所以今天分享给朋友们 在家做蚝蚝的话 这个生蚝最好是大颗粒一点 这些花了39块钱 我们先加入少量的面粉 先给它抓揉一下 吸附一下这些表面的杂质 把它盛到漏勺里面 用流水给它冲洗 这样子会更干净 喜欢过后就是这种 看起来就是白白嫩的 这个红薯粉大概四勺吧 接着我们再加入玉米淀粉 跟红薯粉是一比一 清水我们就少量多次的加 调这个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次性把这个水加盟了 少量少量的加 就是感觉很像水 但是又会比水更浓稠一点 但是又介于就是比酸奶更稀一点 你看一下 拿起来就是这样子了 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下入这个生蚝了 这个生蚝的水一定要这样子立掉 不然的话水这样多了 你的糊糊可能就变稀了 葱花的量一定要够 它才会香 因为我们等一下调味会很淡 调味就简单了 来点白胡椒粉 鱼露来个一勺 一丢丢的毛毛盐 我买的这个鸡蛋会比较小 所以我就加三个 然后直接给它浇散 浇散以后我们直接加进来 然后翻拌的时候轻一点 煎这个豪酪我是用铁锅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烧到这种冒烟的程度 我们再倒入使用油 油要尽量多一点 让它底下就是金黄色 我们再翻面 然后明显感觉就是卷起来了 我们就把它翻个面 火就是这种中小火 好了差不多了朋友们 先的三分半钟像这样子 搅面脆皮就可以了 然后沥油给它盖上 先第二锅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子搅一搅 防止沉底了 我们这个生蚝跟店里面比的话 我们这个是普拉子饭 自己在家做的话 生蚝就买大鸡一点 会比较嫩 最后摆上两根香菜 点缀一下 早上炖了一些红烧肉 然后加了一点鱿鱼干 跟它下去一起焖的 这个豪辣可以蘸甜辣酱 也可以蘸点鱼露 好久没吃红烧肉了 看这个鱿鱼吃也蛮厉害 这个鱿鱼吃也蛮厉害 哥哥那个饭肯定不够 你看一下子就没了 这边才三分钟 不够 等一下哥我甜一点 不够饭再去盛了 干吗 我是怕鱿鱼不够 不是怕饭不够 所以没办法今天去 只有那么一点点 烫饭在那里 太久没给他做那个红烧肉了 你看真的是全程一句话不说话 要是不是他特别爱的菜 一路脚不停 感觉弟弟没吃什么 你弟弟有在吃啊 你看 他一直在吃啊 感觉弟弟没吃什么 他吃得了 放心他会跟上你的脚步的 再动一头一头 如果感觉又到饭了 如果全部油都是我的话 我上碗打鱼 那不能这样子 要多吃点菜啊 包包 萝卜啊 这些都要得吃 或者你们一人喝一道碗 我们还有饭 晚上就做了鲁肉饭 哦 满牙堆 嘿嘿 你带我一家 这个很爱 太搞笑了